她雖然是我們的甜心教授 但是其實她還是 自己有一個很強壯的心 以前就覺得小女生 小小的一捏就把她捏爆了 但現在慢慢真的覺得 她越來越高了 因為她還被迫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對不對 那時候跟新年認識很久 是怎麼認識的 結果那時候 就朋友介紹了 姐不知道為什麼就還變得比較好 然後我們還一起拍了微笑pasta 因為大家都有看到最近 對阿哥最近 在新電心裡面的精湛武藝 其實當初 在拍新電心這件事情 有一天就是心靈就打電話給我 這樣你要不要 來跟我練一下舞 然後後來才知道原來 她想要找幾個pump 來拍這支MV 最驕傲的事情 就是我曾經跳過跨年的演唱會 萬人場 在那個台中的體育館裡面 那其實這還蠻過癮的 就是 完全把自己當準的是這個 明星然後去享受的 覺得王欣寧對我還是這麼說 台那時候去他們家 過年兩次嘛 那第一次就是 就是去他們家過癮 然後第二次是因為 那段時間我 人的狀態不是很 工作也不順阿 然後我就 就之前婚姻的問題阿 大概就是這樣 我就把自己封閉起來 她也約我去她家 就過了一個這個 吃了一年來的飯這樣 因為她是我的自己 對啊 比如說那時候她一個人找狗 一個人都在台北住嘛 就是要修那個水電的時候 欸不是這樣 趕快過來 澄清我也跟她 還有跟她的那個女生朋友 三個人 我們一起去了泰國 因為剛好他們說要去泰國 就要不要一起去嘛 我就辦兩個女生 也有危險 我跟了他們前半段的行程 後面我們在一個地方 我們就 分道洋就好 我就去泰國學泰拳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在路上走路走走 我們就走到一個 很Local的一個夜市 後來我們逛完夜市以後 我們就走出來 然後我就走在前面 然後他們兩個走 王歆寧就走在後面 然後走走走走 回頭要講王歆寧 欸王歆寧不見了 而且那個時間大概是 大概五秒鐘就還在嘛 然後講一下 不見 其實在地上有一個那個 排水勾桿 就是那種鐵架有沒有 剛好破了一個這樣大小的洞 就那麼大 整隻腿就插到那個裡面 你知道嗎 很危險 然後我們趕快拉起來的時候 好險那個洞剛剛也好 而且旁邊 有那種尖尖會刮傷 那個下去搞不好是 整個腿會 好險都沒事 他整個人就這樣 像小動物一樣被陷阱 被陷阱 你又教牠反身術 有啊 其實我教牠打拳也教了一陣子 他好像一直持續的有在 在練習這種詮襲什麼的 他還蠻喜歡的 那希望就是 整王歆寧這回 就懂他開個武館當館長 然後他就粉紅色了 粉紅色 我們全部粉紅色系列 練拳的音樂都是愛你 沒有 就是愛你 我每天都是走這種路線 覺得搞不好會紅 你那時候在拍電影的時候啊 嗯 就是你結果想說說 這種心靈這樣大不起的客廠這樣 有啦 我之前一直很想要 要拍一個狗的電影 其實我也是很想要 找心靈 他還那麼喜歡小動物 想要找心靈發言 趕快再推動一下 下班就更麻木了 因為就是拍電影 頭背電影 對就是小頭是說過年後排 不是年後 就是年尾啦 但是因為這個真的 比較大的製作 就現在先把劇本先弄好 因為畢竟還是好的劇本 不管是演員 或者是指放 或是觀眾 也才會買單 那把它弄好 如果有計畫好 我們就開始進行 那就應該要注意 再次就可以了 再次我們趕快